哈喽大家好我是雨凤欢迎收看本期视频那么今天给大家来的一就是咱们的李天龙大师机队阵美国拳手的一个比赛视频啊那么今天他们的李天龙大师将要迎战来自美国的黑人王选手啊非常的精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师傅很精神的样子啊很精神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李天龙大师这个胸前是有一道疤痕这个是在上次与选手作战时留下的一个伤痕啊这个也是一个硬件 相当于这个是一个男人的标志这个李大师这个身材是越来越好了我们看到这个身材顶当当啊那么这边的话也是上台准备就绪了今天他要迎战的对手是来自美国的黑人王啊黑人王那么今天的话也是他6.60尺265磅这位选手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强壮也是一头白发他仅仅只有32岁啊也是挺挺挺 奇怪的啊32岁就一头白发了这个有可能他天天钻也怎么打赢别人啊把自己头发都奥拜了可能是这样我猜的但这位选手确实很强啊他在美国来是有一定的这个威望的那么大大小小的威赛他都打过而且在街区的这个街头蒸发赛中也是连续打败99人拿到一个99连胜没有人能挑战过他啊 这选手非常的壮啊非常的壮非常的壮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的两位选手将要开战了 It's time我们的师傅这边也是热身啊稍微热一下身准备对战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我们看到师傅这边的话也是呃有一个非常帅的龙啊在他这个裤子上闻着很帅那我们李大师李天龙大师的话也是张维迪的师傅啊 曾经也是和李小龙啊很好的一个关系啊李天龙大师今天的话这场选手将在这里打响这场比赛而这个选手来自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啊这场比赛的场馆就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李小龙场馆啊 这一场比赛的话很有看点啊这是一个本地的拳手对着我们来自中国上海的李天龙大师5.6英尺178 双方的这个体格啊还是有些差距的差距很大所以说这一场也是一个跨量级的大战看我们的师傅怎么应对这一场比赛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有这个裁判就要两位选手的来到舞台的中央进行规则的讲解 讲解完毕哎哟想碰拳居然没碰直接就走了 这边手指一下他啊 啊这个选手还跳舞嘲讽非常狂啊那比赛正式开打 一个侧踢往后后撤一下回旋踢 横踢完事之后师傅这边并没有很着急的一个出手 对手是冲过来被师傅直接一个横踢踢到 左踢腿没问题上后拳两发踢出去 再次拉开 拉扯的话师傅这边也是有一点点劣势啊 因为对手这个腿比较长但是这边一个跳起来的西顶非常霸气啊 这个西顶有点有点猛啊有点猛这边又是一个侧踢 对手一个上钩拳是不是能横扫一下直接踢到 踢一下对手小腿一个紧急了后撤步 哎呦这个连环的回旋踢是有点帅气啊连续的双中腿 哎呦 中杂拳 连续的三发进攻拳打出来对手是一直处一个防守状态啊这边慢慢悠悠的往后撤退 想要回踢没有办法 呦师傅这边勾手啊表示你过来啊啊你过来啊 又是一个跳起来的西顶这一场师傅的话是很多这个跳起来西顶的操作啊这边的话哎呦连续的进攻 师傅连续打倒这边直接击倒了哎呦又摆一个pose一个跳蹄哇哦 直接把对手干翻在地 我的天呐师傅这一波是相当的果断 太猛了 太猛了 这一波是真的啊果断 师傅这边哎呦老当一中还摆了一个非常帅气的这个睡美人姿势啊 我刚才这么的回放直接是一个锁踢腿直接踢倒了对手 这个黑人王是彻底倒在了师傅的脚下 他也没有想到师傅居然这么猛 太漂亮了师傅这场打的 那么也是恭喜师傅 李天龙大师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的那么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再见